蝦米、叉燒、冬菇、花生粉等少量的好料 但是老一派的人最關注的還是有沒有放豬油渣 因為豬油渣只會增加賴品的金香 還會保持他們記憶中的味道 豬油渣是迫不可笑的,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米是壽物的,早期都是這樣 沒有豬油渣是不香的 所以吃賴粉最傳統是兩樣東西不能夠少的 一個是豬油渣,一個是白頭菜 這個就是一個,一個是令它香口 第二個是白頭菜,令它刺激胃口,鹹鹹的 你知道我們南方夕天的時候 早上一般的胃口一定不好 送些白頭菜,吃些半牛質的食物 其實是有這個地方的飲食習慣 不是亂的,要加一把牛菜下去 但是豬肉的話有沒有講究? 一般我們會用冷肉 以前豬冷肉比較便宜 以肥為主,一般是八分肥、兩分瘦 炸出來的豬油渣 炸出來的油多一點 但是豬油渣就不要炸出來 對,你兩分瘦,大部分都是豬油渣 炸出來之後,最後就不能夠扯乾它 就是你輕輕的炸出來的豬肉 就會很小心油位 對,有些油,有些口感在那裡 如果你炸得太乾,油出得太盡了 又不好吃的 這個就是豬油渣,會有這個講究 大油菜呢,當時我們都選了很多 又是有講究的 因為你要拿一些頭菜的味道 比較濃一點點 不是說所有大油菜都可以吃 是呀,是在黃堂那裡 珍食黃堂村那裡 就是村的那些地種的頭菜 才會是香的 種頭菜又要半沙質地的 而且對水源的要求會比較高 這應該是你自己去選的了 就是吃過很多種類 是呀,是呀,然後十年前的時候 就真的翻山了,撥撥撥水 就是哪種味道才對 是呀,會試哪種味道才好 當然就會跟村那邊包地 按我的做法,你按我的時間 按我的業制的方式去做 就不要跟我選擇其他什麼鹽 或者跟我醃的時間短一點 就是按照我們最全能的工藝去做 那你才能夠保證得到這個味道去做正中 但是事實就沒有專門說 一定只是珍成的那個地方 其他地方都有 但是好像我之前去到武漢 雙帆,它是全國最大的蔬菜基地 我們看那些藍菜 那些真的大頭,一斤一隻 有些甚至一斤二斤到一斤半兩 就是跟我們黃堂村那一斤有四隻 對比呢,就是什麼味道呢 就是大種雞跟土雞的區別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夏天 嗯 剛剛說呢,夏天早上沒有什麼胃口 真的 哇,你加上去一點點 即是胃口大便會醒 噢 所以這個做早餐好咯 對 一般吃奶粉的廣州人來說 就一般以前來說 就早上吃多了 早餐吃奶粉 去中午一下 就… 就是中午都更好 更好 本身米粉有索油 有索外的味道 入進去裡面 是啊,很好吃 奶粉煮好之後 要撈起放在冷水裡面 過幾次冷河 期間不斷攪拌 之後再將奶粉放在竹梨上面 代乾、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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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